我羡慕世杰 有爹疼爱 我连做梦 都想有爹娘在我身边 为什么 为什么我爹偏偏就是个天语妖人 要为什么偏偏 你父亲他完 我就成了个孤儿 对不起 清云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倒是我不好 我知道 一时之间让你知道这么多的事情 难以接受 对不起 妹妹 妹妹 你别心在急 小夕她一个人生活惯了 冷不定多了这么一个娘妻 还有两个舅舅 她不太习惯 我们一家人团聚了 是吧 以后有的是机会在一块儿聊天 是吧 让她先休息 清云 那你先好好休息 我再来看你 走走走走 我们先走了 走 夫人 夫人 我有一件事想求您 你说 放了跟我一起前来的那四个人 还有 我们蜀山和天语一直都势不两立 我爹是个天语之人 我不想我的同门知道 所以请您不要告诉他们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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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来 来 走吧 走吧 妹妹 你怎么了 让哥看看 怎么样 这谁把你打得这么重啊 赶紧告诉哥哥我 我为了寻找小夕 在边塞附近遇到了天与旧敌 难道是那八母 是手下败将 当年我妹夫打八母的时候 把他五个兄弟都打死了 还有三个呢 狼狈地逃回了天与 这么多年都相安无事 怎么又出来了呢 怕是猎影神宗冲回中原 冲破了部分封印 那大黄八母妖法早已肥浅 又休养生息这么多年 也就皆中而知 小美 你说他们会来寻仇吗 他们就算不来 我早晚也要找他们讨债 傲然的仇不得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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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摸好了 传不来 我们也把他打得稀巴烂 相信自己 可是小夕好像还不能完全接受我 小妹啊 这人总有脑子转不过弯来的时候 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这有声音 真的不要自己的娘亲的呢 是啊 对对对 对了 和小夕一起来的那几个人呢 那几个人 总是爱吵吵嚷嚷又爱捣乱 我把他们统统挂到地牢里去了 滚起来 还不赶快随我去放人 放人 小妹啊 小妹 小妹 丁爷 这是什么地方 应该是陶人居的牢房 青云呢 我也不知道 我被一个中年女人点了穴 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不记得了 我们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不用想了 整个牢房都是后事制成的 根本没有办法破坏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啊 当然是我啦 除了我还会有谁来救你们啊 我跟你们说 讨然居的人太麻烦了 打死不让我进来 还好我张谢秉聪聪 从这儿爬了进来 好了 别说这么多了 我们快走吧 神仙姐姐请 各位 之前多有得罪 是一场误会 请多见谅 你是谁啊 怎么跟这两个怪人在一起啊 我是陶人居的主人 也是小夕 青云也是青云的生母 生母 怪不得之前两位前辈 对青云的态度这么奇怪 原来夫人是她的娘亲 是啊 还是一位有钱有势 又有地位的娘亲 之前青云说 没有爹没有娘很可怜 现在可好了 是啊 这么多年 我欠这孩子的太多了 看来 诸位与青云的关系非同一般 真是多谢这么多年 对青云的关照 不用客气了 其实一直都是青云在照顾我们 夫人 其实我们这次前来 是有事情相求 少侠请讲 素文只要有疑问 进入藏经阁便必然能找到答案 我们奉命寻找尚武神剑的线索 所以之前才贸然喘阵 如今误会已解 还请夫人行个方便 让我们进入藏经阁寻找线索 藏经阁呀 多少年来江湖上的武林人士 对我们家的藏经阁呀 那是垂涎三尺 只不过我们家的藏经阁呢 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我明白 只要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 一定紧离相助 只是 敢问范夫人和二位前辈 这藏经阁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藏经阁就在院子里的花园里呀 对呀 这藏经阁 不对呀 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 后花园就只有一座假山 两位前辈不会再骗我们吧 你们刚才来的时候呢 没有看见藏经阁 那那就说明 你们跟藏经阁没有缘分 快点回去吧 你 夫人 我想探望青云 不知道方不方便 当然 请随我来 请 范夫人跟她两个奇怪的哥哥 像是故意在卖棺子 一会儿见到青云 也好生劝劝她 她现在的身材 跟以前不一样了 好 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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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来了 师兄 师姐 小张 青云 你们都没事啊 没事 没事 当然没事 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娘自然不敢怠慢 青云 娘给你做了些新衣服 还有好多好吃的 夫人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只是 我有一些话 想跟这几位同门说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方便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再怎么样 她也是你娘啊 你对她这样 会不会太冷淡了一点啊 她或许 真的是我娘亲没错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跟她相处 我就觉得很紧张 真希望她不要对我那么好 青云 青云 你是好事来得太突然了 受不起这个富贵命 我才不会在乎这些事呢 你们就别这样说她了 毕竟她失去娘亲这么多年 现在找回来 难免心中挣扎 不要再逼她 丁大哥 我知道 范夫人没有必要编造我的身世 她对我的心意 我也看在眼里了 只是小的时候 我就一直幻想 自己娘亲长什么样子 现在真的出现了 反而有点无所适从 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 青云 你现在啊 还不能惹你娘生气 你知道吗 刚才啊 我们在外面 说到藏金阁的时候 范家的人呢 含含糊糊闪烁其词 就好像有什么奥秘一样 我想 如果你这个亲生女儿 开口的话 她们应该就不会推辞了吧 这 子盈 青云她现在情绪不好 别勉强她 青云知道分寸的 我知道了 师姐 我会尽快求她带我们去藏金阁的 我就知道 我的师妹啊 最懂事了 大师兄 今天来了好多人 两位少侠早 你好 今天范府来了这么多人 你知道这发生什么事了吗 夫人终于找到了女儿 心中喜悦 已经广发拜帖 为小姐招叙 谢谢啊 招亲 昨天我看到青云的态度 好像已经很难接受 范夫人就是她娘亲的事实 现在要招亲会不会不太好 这婚姻大事 向来都是父母之命 我想范夫人应该有自己的打算 也会争取青云的意见 我们还是不要去插手 免得出了什么差错 坏了她母女的和气 但是我看范府 上上下下的人都很奇怪 尤其是范夫人 她心思深沉 叫人捉摸不透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我们还是进去看一下吧 进来 禀夫人 提琴的公子们 都已经陆续到府上了 两位舅老爷 正在门口迎接筛选 那情形好不热闹 都快把门槛踩坏了呢 好 你去把公子们迎至大厅 我稍后就到 是 夫人 是 夫人 又是 夫人 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女儿 她一定会平安健康 长命百岁 夫人哪 我们是修行之人 穿得这么艳丽不好吧 你呀 是在蜀山上待久了 哪有女孩子不爱美的 师父常说 人的美是自内而外 跟胭脂水粉无关 那些只是庸俗之物 你呀 就当今天让娘高兴高兴 就庸俗这么一回 就今天 走 快 见过夫人 小生陈宇 父亲陈远如 小生见过夫人 原来是江南首富的公子 欢迎欢迎 早就听说过桃然居的名字 今天一见果然大开眼界 这一位想必就是清云姑娘吧 果然倾国倾城啊 沉鱼落雁 我范小雪最讨厌这种阿谀奉承之辈 清云 你记住 像这种一上来就耍嘴皮子的男人 芭城是虚荣懦弱之辈 千万不能嫁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嫁不嫁啊 这些人干吗都盯着我 清云 你年纪不小了 这些人都是娘为你精心挑选的 夫婿后选人 你说什么 谁说我要嫁人哪 我不嫁 清云 这些可都是达官险要的公子 你难道不喜欢吗 成不成亲是我的事 再说 我要嫁人 也不会嫁这些人 那你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我 我 我 清云 你要是有喜欢的人 就告诉娘 只有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才能够幸福 这个道理 娘明白 我 若是我爱的人 他不爱我呢 丁大哥真的不喜欢我 难道你是喜欢 我喜欢谁都跟你没有关系 从我到了陶仁居 你就逼我做这做那 现在更是越来越过分了 我是属身弟子 就算我终身不嫁也无所谓 清云 清云 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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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个 你谁都能让你过来 也不用 Ez 我就不认我 你不认我 好 这也不认我 你也不认我 死你了 可是我 这个定木头 看着人家被逼嫁人 什么忙也不帮 这算什么 清云 清云 请人 现在才来找我干什么 难道想劝我听话吗 都没有人问我意见就自作主张 嫁人嫁人 怎么不自己嫁 嫁人嫁人 嫁人嫁人 哪来的臭鹦鹉 走 嫁人嫁人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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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糟了 公子自小体弱 得了一种怪病 一遇到大的冲击 就会昏迷不醒啊 公子 公子你醒醒啊 公子 那怎么办 公子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以前老夫人寻了一味神药 需要用女人的血做药饮子 公子喝了马上就会醒的 可是 自从老夫人去世之后 就没有办法了 公子又生性善良 不愿意轻易害人 公子 公子 你醒醒啊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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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药有没有带在身上 啊 当然 救命之药从不离身的 来 快救你们家公子 多谢小姐 多谢小姐 公子醒了 公子 好 在下云中雪 多谢青云小姐大救 别 刚刚你扶我一把 那这样正好 我们谁也不欠谁了 公娘真是性子豪爽 你也是来求亲的吗 我这不也是病急乱投医吗 希望早日成亲 也就不用再怕自己身上的怪病 姑娘放心 若非情投意合 在下也不会勉强 罢了罢了 自从下身之后 才发现天下之大 真的是无奇不有 姑娘是在笑话我吗 没有 你碰上我呢 也算是你幸运了 好 佳言 好 姑娘莫怪 她叫怪允 为的花招可多了 怪鱼 你去哪儿了 我找你很久了 这位是 在下 云中学 清云小姐 既然你有朋友来了 在下就先告辞了 后会有期 我送你回房间吧 你没有话想对我说吗 我知道你不开心 你娘强迫你做一些 你不想做的事情 我不是指这个 那是什么 你眼睁睁看着我要嫁给别人 就不替我着急吗 毕竟那是你的事 终究我是个外人吗 我 那我明白了 妹妹啊 你不要在这儿晃来晃去的 你这走来走去的 你不回我都昏了 清云肯定是生我的气了 觉得我勉强她 想当年我离家出走 也是因为父母勉强我 你说 清云会不会离家出走啊 小妹啊 小清云身上 虽然有你年轻时候的影子 但是这脾气性格呀 比你呀 那可是温顺多嘞 是是是是是 我 我这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妹 我的意思是 她不高兴的是 不是因为你叫她嫁人 而是因为你给她找的那些人哪 她都看不上了 对呀对呀 对呀对呀 对对对 我好像是听她说 有什么喜欢的人 说完以后 她就看了一下和她一起来的两个同门 妹妹 您要不这么说 我差点给忘了 清云喜欢的是丁尹 是吗 不不不不 我觉得她喜欢的是丹臣子 丹臣子 怎么可能 你忘了 我们当初把清云和丁尹抓回来的时候 清云为了丁尹 她连命都不要了 我看哪 她真正喜欢的是丁尹 她俩才是一对呢 如果要真的喜欢 那为什么我们给她俩下迷婚箱的时候 她们还拼命反抗呢 亲爱的弟弟 你别冲动我来 我告诉你 我们家这个清云呢 她毕竟是个女孩子 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呢 她总是害羞一点的嘛 丹臣子高大威嘛 听说还是掌门的继承人 她跟我们家清云哪 才是门当户对 要是我 我也会喜欢丹臣子的 喂 喂 爹怎么老给我作对啊 还是丁尹可靠一点 丹臣子 丁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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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自有安排 这范夫人也真是的 故意卖关子 不告诉我们 那神剑的秘密也就罢了 还倒给清云招起相公来了 还不是心疼女儿 想找个办法来补偿她吗 那得折腾到什么时候呀 等选完了人 还要再澄清办事 我们都下山那么长时间了 一把神剑都没找着 竟跟着清云屁股后面瞎撞 可是看清云的意思 好像不想顺着范夫人的意 清云也是的 我让她去求她娘 都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个动静 你就别勉强她了 这几天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她也不好受啊 有什么不好过的呀 这陶然居家大业大的 她娘又是陶然居的主人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吗 她倒好 死活还不愿意 还在那儿装清高 那可能是他们两个不太熟悉 她不好开口呗 要不然 你去跟范夫人说一说啊 现在 这是天下遭逢大难 是武林中人 都应该出一份力啊 陶然居有那么雄厚的财力物力 理应对我们鼠山鼎力相助 只要拉拢了他们 那鼠山的线索 唾手可得 大师兄 你是以后要当掌门的人 对待很多事情呢 要主动出击 不能总是微微诺诺 微微索索的 我这儿就去 就是嘛 什么都要我提醒 我要是个男人拿 我早就去了 什么 清云要嫁人了 是啊 那应该是范夫人 单方面的意思吧 所以清云才会这么不高兴 那你什么表示都没有啊 我是个外人 能表示什么 外人 也是 清云找了个公子哥 嫁了也好 他那么可爱 总会找到一个人 宠着他 爱着他 再也不用在某些人面前摔跟头了 是吧 兄弟 你为什么今天说话 这么阴阳怪气的 我是因为替你着急 感情上的事情最忌讳的 就是有人装傻 而你呢 却是傻上加傻 清云对你的那份真心 是路人皆知 你对他模棱两可 一会儿关爱有加 一会儿呢又撇进关系 你怎么想的 我什么时候没有关心过他呀 我当他就像是妹妹一样 如果你真的在乎他的话 你就应该多为他想想 清云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你英雄救美 再说嘛 这女人嘛 就是需要男人宠的 就像我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 我要是不主动的话 神仙姐姐早就不理我了 你需要什么 不看神仙姐姐 现在也不怎么搭理你啊 那我跟神仙姐姐 和你跟亲 你又给我转移话题啊 那我问你 清云要是真的嫁人了 你也无所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现在心里 还想着那个玉无心 别再说了 越说越心烦 自古忠言逆耳 在这件事情上 我坚定地站在清云这边 你还在逃避吗 逃避又怎么样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还是去找清云聊一聊吧 放开我 放开我 臭小子 说心里话 我其实不想点你的血 不过你那五误也太高了 臭小子 我问你 我们家那个清云 是不是喜欢你啊 你在说什么呀 那 但臣子 我看你一表人才 而且又是我们家 清云的大师兄 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我并无恶意 只是有事 想与二位商量 这么商量 未免也太奇怪了吧 夫人 意思就是 只能同意 不能拒绝 是 我不是一个拐弯抹角的人 你们也知道 我只是想做些 为清云好 又让她高兴的事情 夫人 您觉得您这样对我们 她会高兴吗 清云是我的女儿 我当然了解她的心思 我知道 她喜欢你们两个人 什么 从清云的举动 我能看得出来 她对你们两个很在意 也许因为她年纪还小 不过没关系 等你们成亲之后 经过感情的培养 我相信 总有一个是对的 夫人 您就别再开玩笑了好不好 我没有开玩笑 她脑子有病吧 是 臭小子 臭小子 陶然居我们说了错 臭小子 你先别急着拒绝 你还没听我们开出的条件呢 这就是我们陶然居的藏经阁 但是我们范府有条规矩 只有成为范家的人 才能有机会进入藏经阁 你们两个谁取得清云 谁就会有着难能可贵的机会 你 你 范小雪 你别动啊 范小雪 你别仗着家打夜大 你就欺负人 丹臣子跟我早有婚约 你休想打他的主意 你们成亲了吗 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成亲 但是我们两亲相悦 青梅竹马 既然还没有成亲 那他选择谁是他的自由 你们这次下山 不就是为了寻找神剑的踪迹吗 我可以保证藏经阁 可以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丹臣子 你想好了吗 夫人我 丹臣子 你在想什么呢 哼 大木头 枉我对你这么好 不好了不好了 青云 青云不好了 吵起来了 谁吵起来了 他们和你娘吵起来了 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跟我走 去了你就知道了 就算你们唐燃局再有本事 你也不能抢我诸葛紫英的人 之前我对你客客气气 是看在你照顾青云的面子上 可现在这两个男人 我还偏偏要留下 青云看得上 我就留着 看不上 就算我杀了 也轮不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 你 子央 别再吵了 我心里只有你 我不会去青云的 丹臣子 我们家青云有什么不好 可比这个势力女子强多了呀 喂 你把话说清楚啊 到底谁势力 你呀 之前求我进藏经阁的时候 还不是一副阿谀奉承的样子 你 你简直瞒不讲理 我诸葛紫英从来就没有受过这种委屈 喂 大家冷静一点好不好 夫人啊 这关乎到青云的终身大事 如果您要以家事相逼的话 那就是对青云不负责任 我也不会因此就范 我更不会娶她 我也不会 混账 我女儿有什么不好 你们就算是死 也不肯娶她吗 不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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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啊 青云 好 你过来 好啊 现在青云也在了 我们把话说清楚 青云 你到底想干什么 在我们范府 你也敢撒野 神仙姐姐 范夫人 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打人呢 滚 你 你敢打我 好啊你周青云 你现在 有了有欠有失的娘给你撑腰了 你连我这个世界 都要踩在脚底下 是不是啊 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你冷静一点 这也许是个误会 你走开 青云 自从来到陶人居开始 就没有一天安宁过 难道 您就这么喜欢自作主张吗 青云 我都是为了你好啊 为我好 您真是个好娘亲啊 当年 就是因为您任性贪玩害死了我爹 害得我变成了个孤儿 现在 却突然跳出来说是为我好 为我好 就逼我去嫁人 让我的师兄师姐都恨我 为我好 您就让我 像一个被嫌弃的废物一样 被扔来扔去 难道 您就没有听到别人说死都不喜欢我吗 为什么您要令我那么难看呢 青云 我 有能这样的娘 我宁可不要 我恨你 军人 你是天底下 最傻最笨的大木头 我讨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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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没印象的那么坏 娘真的是为了你好 轻云 你走开 我什么都不想听 妹妹 妹妹 你别太伤心啊 轻云她小的不懂事啊 你别生气了 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人 无父丈夫 无腻爹娘 现在就连我自己的女儿 都说恨我 妹妹你千万不要说这种话 俗话说得好血浓于水 小秦云聪明乖巧 她一定会明白你的一片苦心的 小妹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啊 这个她 她现在在气头上 秦云过 她就没事了 我要去给她的同门陪博士 可是 可是我担心秦云 哥哥 哥哥 妹妹不必担心 只要有我们两个在这儿把守 我绝对不会让小秦云离开半步的 对 我们在这儿看着她 秦云 娘现在就去给你的同门陪博士 娘知道你心里委屈 可是娘真的是为了你好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娘的苦心的 妹妹 妹妹 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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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胡思乱想了行吗 我胡思乱想 那范夫人拿藏金阁做交换 你就没有一点东西吗 我没有 你成天催我去找藏金阁 我只想快点找到让你开心啊 那还是我的错了 就因为我在乎你单臣子 所以坏了你做范夫成龙快婿的好事 我做什么成龙快婿 子英 我想的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你放开我 如果我心里没有你 大师兄 你干嘛这么对神仙姐姐啊 你出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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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